啊啥情况 全变成二爷了 好好的一个我是僵尸变成你是僵尸了 这关前面有五朵巷子葵 卡槽有魔防者的话 那肯定是要先赌一波的 来 直接每一路最后啊放一个 只要能打过二爷 咱们就能吃脑 好吧 就一个小偷还被打死了 本来能打过二爷的僵尸就没几个 这还变植物 那不是雪上加霜吗 哎呦这样玩的话 那只能放成杆先跳巷子葵的 巷子葵拿完了 咱们又获得了八百阳光 现在只能在倒数第二格放了 哎一路气流僵尸 我去气流僵尸 遇上专业的了 这一关想吃一个脑子都这么难吗 来那就没办法啊 还得继续变 五路变了一个大嘴花 玩哎呀 要是撑根可以像模仿者一样 直接放到前面 那得多爽啊 现在还有三百多阳光 没办法了 我不信一个脑子都吃不到吧 玩 又玩 接着玩 玩犊子了 还有一百多阳光 只能放最后一个模仿者了 啊 其实殭尸肯定是不行 那没办法 这关 我其实这关想吃一个脑子都这么难 这一关看来要换一种策略 咱们把模仿者放到最后面试一试 这还能变出将王模式 但是就场上这 五六五六三十个二爷 你就是一个满血的家王 你也不够打呀 哎 咱们模仿者变成两个僵尸还不错呀 一个红眼 一个圣盾冰车 圣盾冰车还可以呀 嘿 策法一个二爷 就你有二爷是吧 我也有二爷 但是二爷伤害太高 冰车也扛不住呀 开始放盲盒僵尸了 坏了 二爷跑过来的话 咱们将王不是 岂不是没了 坏了坏了 能在临死前砸个车包 漂亮 这个将王也算是在临死前 发挥出了最大的加德 那接下来 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好 现在我们剩九百阳光 五路通关了 四路和三路问题应该也不大 而且我们还有一朵巷子葵没吃的 啊 土江没有赶跑二爷 必须来个僵尸吧 二爷赶跑啊 糟糕 坚果墙来了 坚果墙咱们是不是可以直接跳过去呢 四路也可以啊 啊 但是五云版的趁竿跳 他会跳僵尸 这下麻烦了 先把巷子葵吃了吧 没办法了 现在只能在一二四路变了 小土僵尸能赶跑一个 一路变了一个窝瓜 糟糕 咱们还剩 两百多阳光了 巷子葵来了 这个巷子葵但是我们吃不到啊 看看能不能变一个强力的央视 把巷子葵吃一吃啊 完了完了完了 这样玩的话就彻底玩犊子了 最后还变了一个玉米投手 哇 这块有点难受啊 兄弟们 哎 小偷把二爷给偷跑啊 三路扶梯没有赶跑二爷 但是把巷子葵给吃了 又来江王 江王虽然只有五百血 但是他总会给我们无限的可能 坏了 赶紧放盲盒呀 五路二爷要冲过来了 还在放你了破普通僵尸 糟了 五路二爷解红了 趁该能跳死他不 我明明记得五云版好像 趁该跳江苏是有伤害的呀 这个家娃算是白来了 反而让我们亏了 嘿 五路的脑子居然吃得这么轻松 那既然这样的话 咱们四路再来一个 没毛病没毛病 四路也通关了 咱们运气这么好的吗 既然这样的话 那肯定要乘胜追击呀 坏了 二路出了一个大蒜 还有二百 还有二百阳光了 兄弟们 如果再变不出僵尸的话 漂亮巨人僵尸 如果这个位置的巨人僵尸 能打过两个一波 把大蒜先砸了 应该是打不过两个二爷 一个白眼打不过两个二爷 砸 还好还好啊 现在我们 先把巷子鬼给吃了吧 没办法了 什么时候坚果墙 也能拦住跳跳僵尸了 不对不对 是一路的二爷 把跳跳僵尸拦了下来 那这样的话 一路也空出一个格子 来个僵尸呗 漂亮 撑杆叫僵尸 我去 这关的运气也太好了吧 先别慌 那么吃完脑子 现在咱们还能放两个魔方者 过关几率还是蛮大的呀 只要随便变出一个能打过二爷的僵尸 或者连续变出两个僵尸 一个赶跑二爷 是吧 另一个就可以过关了 哎呀喂 来来来 随便来个僵尸兄弟们 随便来一个 你就说是不是僵尸嘛 好